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美国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将会有紧转缩 现在高山认为说 目前最佳的投资 就是大宗商品 甚至认为说 大宗商品将会迎来 十年的超级周期 那么同样飙涨 还有包括国际金价 那么金价在近期 出现了飙涨的情况 那么今年以来 涨幅已经达到了有一成了 那现在市场认为说 金价在2024年 依旧是看多的 这是不是也暗示说 明年2024年 整个局面依旧 是会相当的混乱呢 另外美国的科技股 我们看到在Big7的部分 在今年引领 整个科技股的一个上扬 不过专家认为说 在明年以前景来看 恐怕是会出现 五好两坏的一个情况 另外高盛也认为说 并没有所谓中国大陆 在先前提到的东升西降 中国会取代美国的情况 高盛认为并不会发生 那么甚至认为说 中国的经济 恐怕还会不好 有一段时间 另外在台股的部分 今天大涨超过了百点 那么也冲破了 今年的高点17743 在今年封关 2023年封关 台股有没有机会 可以站上万八大关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晨燕 肥豪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李永年 肥豪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大家好 晚安 财经专家有庭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晨燕 如果说喜欢吃甜食的话 接下来这个荷包 可能会缩水一下 因为这个柳橙汁 可可糖的这个价格呢 都出现了 往上飙涨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高盛甚至认为说 接下来可能大宗商品 会迎来长达十年的超级周期 对 还好其实我喝饮料不加糖 我只吃蛋糕这一类的东西 蛋糕也是甜食 那今年来讲 大宗商品出现两极化的一个走势 很妙嘛 黄金大涨 这个我们知道 因为美元走落 还有即将降息的关系 还有地缘政治风险 冷冻成枝也创历史新高 可是天然气煤蛋谷物竟然下跌 其实天然气之前 俄乌战争的时候 曾经飙涨过一段时间 可是后来之间 后来好像供需出现这个平衡以后 价格就掉下来了 那煤炭我们都理解 就是现在碳中和 大家基本上尽量减少 煤炭的一个使用 可是谷物为什么也下跌 另外实际上蓬勃商品指数 整体来讲 商品其实包含能源 还有金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骨 就是盗骨的骨的骨物 这三大类都叫大宗商品 这个大家要有所认知 但特别看这个是跌了12% 特别看到能源的部分 这个能源的部分是最诡异的 因为OPEC一直坚采一直坚采一直坚采 可是能源指数跌了24% 跌了24% 其实这两个都创了2018年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 不过挺匪夷所思的 就是高盛 他说他们极度看涨 他还用了极度 就简单来讲 不是说今年跌很深 我们认为2024年会反弹 高盛的说法是 他们认为2024年开始上涨 而且既然是十年的大行情 对 认为现在最好的投资就是大宗商品 对 他说可能出现十年的超级周期 通常这种超级周期 他背后的 他明确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大涨 不是说我跌升反弹然后盘整 不是这个逻辑 所以他到底看涨的理由是什么 等下我们持续来讨论 他说一月的时候 就2024年一月 能源金属跟农业会出现创纪录的 失衡错配 简单来讲过去你看它不起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现在你想要买它买不到 大概是这个逻辑 大概是这个逻辑 而且重点是资金太多 对 那你想大量的现金去追逐 稀少的资源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当然就是他所谓的超级周期 超级周期 实际上我们之前节目 一直在讨论一个 就是圣淫现象跟反圣淫现象 我不知道大家在那几集 有没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受 因为包含气候的严峻 然后这个什么风灾 水灾甚至干旱是交替的出现 还包括火灾 那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我们其中一个包含飓风 还有包括你看病害 是不是就你看对于这个 柑橘的农作就产生影响 结果成枝的期货今年涨势 这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声音现象当中 所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效益 就是农产品的价格大涨 另外一个是这个巧克力可可豆 可可豆的价格 据说未来可能我们连要喝咖啡都很困难 今年都涨64%了 好 然后再来我们讲咖啡 我刚才为什么讲咖啡 因为可可跟咖啡其实它在种植过程中 它的环境是差不多 那你看咖啡气候变迁 罗布斯塔咖啡都要取代阿拉比卡豆 这两个豆类阿拉比卡豆是比较等级比较高的 我大概跟大家说明了 因为毕竟过去我有琢磨在研究咖啡豆 那罗布斯塔是等级比较差一点点的 大部分罗布斯塔都拿来做三合一的 三合一的 那我们平常喝的那种拿铁有没有 就是阿拉比卡豆 可是现在种植面积 还有包括很多人他开始不种咖啡 尤其是像越南等等 他们开始去种一些更好的农作物 就产生影响 所以2080年阿拉比卡豆会消失 我突然在想到 我帮买一堆咖啡豆来储藏 然后未来等到2080年再拿出来 有没有可能涨价 当然这有点开玩笑 可是我们从后面这边的解释 可不可以理解高盛 为什么极度看涨大宗商品 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是不是大宗商品 是一个好的投资 其中黄金算不算大宗商品 算 因为我们刚才讲 能源金属跟农产品 那现在地缘政治 就是说如果你对农产品的投资 还有我们刚才讲能源 你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却步 然后因为毕竟能源在2023年跌得很凶 可是黄金我想大家基本上 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纽约时报它报导军事冲突 可是军事冲突不是应该结束 可是目前看起来军事冲突好像会持续 而且甚至区域可能还会扩散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举行选举的国家 竟然有50个这么多 这么多 那通常当然大部分的选举 面临到选举的时候好像都会有一些 地缘政治的风险就会升高 好像就会提高 对不对 那所以2024年可能地缘政治风险会不断的升高 那黄金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那今年已经涨很多 今年已经涨一成左右了 可是因为黄金跟利率的一个走势 其实是有一些是有相反 还有包括美元 那因为要降息美元会走弱 那当然大家对黄金的期待就会走高 所以等于两大利多 一个是地缘政治一个是利率 所以你看现在瑞银 他就说金价到今2024年底的时候 可能可以冲到2250 2250块 这大概有两成以上左右的这个空间 周大福他的这个珠宝店 而且他说随时随地都一堆人进来 我们不是那个叫什么门庭弱市吗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逻辑 就是很多人都要一直进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夸张到什么程度 不管是大城市也好 三四线城市也好 黄金消费这个一片火热 200公尺长的街道 可以有15家黄金门市 不到200公尺就有15家黄金门市的点 你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吗 一般来讲你说不到200公尺 有15家火锅店好像比较合理 因为民生必需嘛 民意实为天嘛 结果既然是黄金门市 现在基本上大家进来这个珠宝店 买黄金的这个比例相当高 而且这个需求非常大 你知道有一个这个店家的老板 他说他把两间房子卖掉 卖掉他做什么 他去囤黄金 就是商店的老板 他去囤黄金 因为他说他看好黄金 未来的一个发展 而且他说他不只把房子卖掉 去囤黄金 他还去贷款 这么多钱都为了买黄金 而且他说他不后悔 因为他说他买没多久 黄金金价就涨了 而且他手上的黄金 马上就卖光了 然后他还说他如果能够带更多钱 他会带更多去买更多黄金 所以非常非常热 你看卖了两栋房子600多万 600多万人民币 然后去囤黄金 所以现阶段来看 黄金确实成为非常非常热的 一个投资商品 当然我们刚才在讲能源 我也要告诉大家 2023年整个能源产业的表现不好 它是衰退的 可是预期2024年能源产业 可能会出现两位数 甚至20%以上的一个成长 因为2023年的低期期 所以能源跟黄金 就我们讲石油跟黄金 可能会是2024年 最发亮的黑金跟黄金 好 刚才陈宴导我们看到 因为2024年目前来看 地缘政治风险会持续的升温 所以黄金变成了最佳的避险商品 当然金价在近期 已经是出现了飙涨的情况 累计近年以来 这个涨幅已经达到了一成左右 当然金价涨除了是避险的因素之外 我们要请教廷号 其实也跟美元的部分 是比较息息相关的 但是油价的部分就不一定了 没错 基本上我们要这样判定 不能用大宗资产的涨跌来判断 相关的产品它会涨或跌 也就是说黄金和油价 它都算大宗资产 但是很常会出现金价上涨 但是油价走跌的一个情况存在 现在市场上 对于明年油价和金价 老实说 共识是不太一致的 鸿博商品指数 是从08年的高点 470块 跌到293块 跌幅5成7 很重 可是之后美国股市 连续10年的牛市 这个鸿博商品指数有因此而向上吗 没有 从2011年的高点 跌到19年 还跌到6成左右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在原油价格 80块的时候经济大好 原油价格只剩20块 我们也可以经济大好 如果80块的时候 可以把它解释成需求大好 所以大家对于原油的吹捧不断加深 它变成20块的时候 也隐含着企业的成本大幅下滑 我的获利反而可以因此而增高 它跟经济是没有正相关的 没有正相关 它完全取决于市场上的供给关系 我个人认为 我们可以从一支指标 来判断未来油价的走势 基本上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股市 为什么这么说 你可以观察到 过往的格局 沙烏地阿拉伯股市的股票市场指数 它跟西德周边油价格 几乎是呈现高度联动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在整个2023年 美国股市已经即将创历史新高了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股市 由于还在下方震荡 所以原油价格也在下方震荡 它足以说明 基本上资本市场 给予未来油价的方向 它会提前反映在股票身上 所以我个人认为 即便明年你认为经济大好 油价也不一定会大涨 即便你认为明年油价 明年经济会大坏 油价也不一定会暴跌 它只要供给的速度 缩得更窄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论掉 我个人认为 你看美国现在普通无签器 这个我们看到AA 全国的平均成本价 现在每加轮大概在3美元左右 现在已经回到 前波的几次的低点了 换句话说 这个层面3美元 大概是一个长期的支撑 可是你要它回去挑战 2022年的中旬的5美元 我认为难度是有一点高的 所以原油价格 我觉得不用刻意的去做多或者做空 因为它完全取决于市场上政治博弈的变化 但是金价就不一样了 金价是定量 你只要判断影响金价的几个因子 有没有改变 就足以去判断 它未来还没有持续上涨的空间 基本上你看得很清楚 蓝色线是美元指数 黄色线是黄金期货价格指数 它基本上就呈现高度反向关系 美元指数狂跌的时候 金价就显著上涨 你看得很清楚 这个美元指数开始往上升的时候 金价就开始下跌了 所以美国如果明年降息 美元走软的话 金价持续上涨的可能性比较高 没错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明年只要有降息的可能性 你也不用降多少 只要有降息的可能性 它基本上就足以让黄金价格 保持在多头区间 它只是涨多转少的问题而已 那你刚才提到 今年金价大概已经涨了一成 对 已经涨一成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还可以进去 一成太少了 至少要涨一倍 我跟投资朋友理解 你看当时在整个17年18年左右 联准会联邦基准率 利率在升息环节当中 黄金价格的确受到承压 但是从它升到顶点 开始降息开始 最后等到它降息结束 涨幅是多少 153% 一成才10%而已 我们至少要赚一倍 再来进行获利了结 那你比如说像是06年 07年也是一样 当时联邦基准利率 联准会升息到顶以后 开始降息 降到结束 黄金价格涨多少 涨了272% 这个比一倍还要来得更多 包括2000年的经验也是一样 涨了170% 换句话说 这个黄金反应降息 所造成的拉抬力多 它基本上 它所形成的涨幅 至少都是一倍起跳 也就是说 2024年的黄金价格 基本上 它不只是什么 突破前高的问题 这一波 直接往3000美元来做充斥 我认为反而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到 每盎子3000美元 但黄金价格 它的整体 实质每年的报酬率才多少 0.64% 它只跑于美元而已 比现金好一点 比现金好一点而已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 赚取短期的黄金价差 但是并不是做一个 长期的资产配置 如果真的要长期配置 那买点金是 犒赏自己 我认为比较实在了 好 要再请教 停好 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提过 在今年美国主要是 靠着这七巨头来带领 整个科技股 那明年的话呢 你为什么会觉得说 是五好两坏 这两坏是哪两坏 对啊 因为今年美国股市的涨幅 基本上都是由 七支科技全职股 来进行带动 那这七支科技全职股 的带动 也就影响了投行 对于明年预测的差距 其实在今年整个 2023年 我们看到红色区块 就是由七巨头 所贡献的标普白指数的 年度收益 是来到一个 显著的正成涨 而剩下的493家股票 今年还真的没赚钱 所以它涨这么多 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真的赚了很多钱 它赚的比去年还要来得多 那其他493这股票 为什么本益比这么低呢 没赚钱 没赚钱嘛 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 很自然的迹象 今年这些七大科技股 无一例外 都是软轴入 什么叫做科技股的软轴入 就是它的营收 它的获利 从来没有到负增长过 它没有亏过钱 没有赚少去年过 我们看微软的部分 它的季度的营收年增率 今年最低最低最低 到2% 还增长2% 就回到上行轨道了 Google的部分 也是最低最低 来到1% 然后上行到11% 那很多人说 可是又不只是微软Google 他们的本益比 可能算是稳定 可是回答就不一样了 它涨了240% 它的本益比推得这么高 有接近有70倍左右 明年这个时候 不就很自然会有 泡沫破灭的风险吗 也不一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回答财报的部分 2020财年 就是今年 基本上海通给予的EPS 预估今年是9.48块 如果会对窜现在的股价 本益比的确很高 大概60倍左右 大概60年 同样的EPS才赚得回来 可是到2025财年 也就是明年 预估就会拉抬到22块了 什么意思 现在本来是60倍的本益比 明年马上就会变到30倍以下了 如果它的股价不变的情况 为什么 它的获利是翻倍这样子增长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基本上在这七支巨头当中 5号基本上讲的就是 灰达啦 或者脸书啦 Amazon 苹果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微软和Alphabet 稍微两坏的就是苹果和特斯拉 特斯拉的原因在于 差在整个2023年 所以其他五个明年还是持续看好 但是比较稍微不好的 就是特斯拉跟苹果没有那么看好 对 苹果的部分很简单 iPhone 15 卖不赢iPhone 14 这是一个市场的共识 那要看一下明年i16的推行速度 它的全职也太大了 手机市场有点饱和 那另外一个是特斯拉 特斯拉是这一次是公布财报之后 真的股价表现也不好 它主要来自于整个2023年 全球对于车市需求的下滑 加上它本身在降价潮层面 它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价格降得越多 那毛利率也压得越低 所以它的确受到了市场上的一些压制 这的确有终端需求 可能受到的钳制 可是其他的 你像是辉达啦 微软啦 Alphabet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 长期前景还是有 持续拉抬的空间存在 简而言之 对于明年而言 我们就有两个主轴 第一个主轴就是 明年利率会调降 美元会走变 所以它可能会形成金价 或者债券市场价格的拉抬 那第二种逻辑是 明年同时也会软着陆 一软着陆之后 这些科技股就要向上冲了 那谁冲的最快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五次 明年持续拉抬的速度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美国股市明年 还有机会再冲一波 明年美国股市 在科技巨头带领之下 还有机会再往上攻一波 不过在台股的部分 马上2023年台股就要封关了 要请教永年哥 在今天已经突破了 今年的高点 所以在礼拜五之前 这个万八封关有机会吗 我们先下个结论 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对不对 差一点点剩一步只有 对啊 一点都不困难 你看我们今天涨了多少点 我们今天涨了146点 146点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离一万八差多少点 两百四十九点 对 差不多三百点 是啊 那两百五十点嘛 对不对 两百五十点 明天再涨个146点 后天再涨个一百点就过了 就过了 就过万八 对 没错 所以并不难 可是有一点点的问题 有一点问题在哪里 大家去注意看 这个是2021年的高点 2021年的高点 是在18034 那当初呢 这个成交量 这是周线 成交量非常的大 当时的每天的平均成交量 大概是在五千五百亿 那我们今天成交量还多少 今天成交量还两千多亿而已 两千两百亿 对不对 还不到一半 那么所以在这边 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套牢区 对 那所以明天后天 就是接下来三天 如果要攻到一万八的话 它成交量至少必须要到 三千以上 能够达到三千三百亿 是最影响 对 虽然它当时的日均量 是五千五百亿了 可是那个时候 当冲非常厉害 对不对 我们所以有一半 大概只有一半的量 是真正的实质的套牢量 剩下一半都是当冲就结束掉了 所以大概如果说明天开始成交量 如果能够维持在三千以上的话 是有机会来挑战 一万八千点的 尤其大家看一下 过去四十年 美国股市的所谓的耶旦行情 12月22到1月3号 它上涨的几率高达78% 很高 对 平均涨幅1.3% 这个数量也不少 而且美国股市到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强势 然后美元是弱势 今天台币对美元 还是升值了将近一角 所以再创了波段的新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非常适合这个外资持续回流的 像今天外资又买超一百八十亿 对不对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美国股市能够再拉出跟长虹 美元指数能够稍微再回扁一点的话 那明天外资还会继续的大买股票 那我们台湾股市来充这个一万八千点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好 不过在今天盘面上这个主流还是AIPC 像是红肌就已经占上了五十块钱的这个大观 那接下来会怎么去看这个AIPC呢 如果说在接下来的话 还有没有机会强者很强 继续往上走 现在这个不但是强者很强 那事实上在之前已经休息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AI伺服器的概念股 我觉得好像也有机会要卷土重来 伺服器也要卷土重来 这个真的很可怕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强劲的走势 因为你现在去纵观盘面上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类股族群产业 能够这么样的吸引人气的 那现在走的就是一个资金行情 就是一个资金的走势 所以整个资金都汇聚到这些的 这个AIPC的概念股里面 所以他们当然的走势强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人保 今天涨幅也很大 对不对 然后宏基呢 今天还收在 本来开早盘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差不多该休息了吧 是不是 结果他12月份 光是12月份 他的涨幅已经超过42%了 那很恐怖 宏基这个大牛怎么飞上天上去了 变成那个小飞象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么其实他也不稀奇 不奇怪 为什么 因为你看人保 人保跟宏基除了他们的营收 是明显的成长之外 那外资呢 外资都会买 对 外资还大买 那这个宏基呢 他比较有一个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外资大买 可是呢 投信是大卖的 他投信大卖是因为他被 被某一档ETF踢出去了 踢出去之后呢 这个ETF他竟然踢出去 他必须要买 你丢我捡了 投信条捡了这么多 然后外资就大买 外资大买 然后呢 你看这个豆腐吃的实在太凶了 对 结果股价是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飙 而且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要结束的味道 为什么说还没有结束的味道 大家看这是成交量 这是成交量 成交量一直没有失控 对 他量价一直没有失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量价没有失控之前 我觉得他应该还有更高点 可以值得期待 那即使量价短线上失控 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光是12月份 已经涨了百分之四十几了 对不对 而且他是一个九年的大底成型了 然后他是往上攻 那么短线上来讲的话 他的技术指标也有点过热 所以稍微正量整理一下 都是合理的走势 那整理之后 只要量价不失控 我们觉得还有更高点 可以值得期待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这些新串起来的AI PC股 你们去休息 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AI伺服器的概念股 已经休息够了 他们又可以再重新再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技嘉 技嘉跟维新的表现 一直都非常不错 最近的维新的走势 是比较强势一点 因为他之前没有表现 所以他现在强了 技嘉还有广达这些股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的日线图 周线图 不管日线图周线图 都告诉你 他们一个底部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都有机会展开一波的涨势 像技嘉来讲的话 大家看一下日线图 他现在是在半年线 跟月线之间 做一个上升趋势的轨道 再往上走 现在唯一欠缺是什么 成交量 他只要成交量一出来的话 对量比较小 对 他只要成交量一出来 他是有机会突破半年线 然后向他这个颈线的位置来挑战 有您刚刚提到AIPC的部分 接下来还有再往上的空间 不过我们来看到 在排名上也是很热的 航运股 航运股的话 如果说接下来红海危机 一旦告一段落的话 是不是就会打回原型 有机会 为什么会说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 这红海的危机终将解决 不可能永远在那边 对不对 那么事实上 我们是认为说 他当然跟这个以色列那边的冲突 是有连带关系的 所以如果以色列那边的冲突 能够平息下来的话 那红海危机大概就解决掉了 就算还没有平息 现在美国召集的这些联合舰队 要开始护航 所以风险已经降得很低了 而且如果说红海的危机 解决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要看 他基本面到底怎么样了 他基本面明年的 全球经济成长率趋缓 这个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不管是美国中东 欧洲还有日本都是 经济成长率都会减缓 另外一个就是船多或少 因为当初在三年前 那个时候塞港塞船的时候 大家拼命照船 现在船变得很多了 供过于求了 对 会有点供过于求 所以我觉得像是 以长榮来讲的话 长榮还比较好 我们先看阳明好了 阳明比较麻烦一点 阳明昨天打到跌顶板 今天虽然是小反弹 可是阳明来讲的话 大家看一下 他的前三季的EPS 1.74元是年减96.3% 减少了快一倍 对 对不对 而且预估本一笔是19倍 这一些的是他基本面的 不利的地方 在筹码面来讲的话 过去七个交易认 投信是卖超7.3万张 不过外资是买到18.3万 对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丢我减 结果他大涨了 对不对 可是要注意 有两个指标性的人物 是 一个是中环 中环他现在已经变成 一个控股公司 一个投资公司一样了 经常 操作上经常有一点点 这个有点低答 好 可是大家注意看 他12月19号买进阳明 6786张 然后12月22号就卖出了 他赚了一大笔 这次不得了 可是他是已经卖出了 另外就是台华 台华大家都知道 他对这个货柜三雄 是情有独钟 9月15号到12月8号 之间卖出了阳明 卖出了6700张 所以两个大咖 投资的大户都卖超 所以阳明他的走势 是比较值得忧虑的 可是长榮就不一样了 长榮为什么不一样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过去三个礼拜 法人合计买超11.8万张 那么表示怎么样 表示这个大户 就是法人 还是套在里面的 法人还在里面 你就不用怕 一定会有反弹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可是大家看 这是月线图 这月线图 它已经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 它已经碰到 上面的下降趋势压力了 所以我觉得再反弹 大概空间也比较有限一点了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 在航运股方面 有获利的话 就稍微调节一下 刚纽年哥到我们看到了 在旁边上 这个热门股 包括在AIPC的部分 接下还有在网上的空间 不过在航运股的部分 在操作上 则是要比较保守一点 不过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AIPC 其实现在市场很看好 是这个3A的商机 包括除了我们刚提到的AIPC 还有这个AI伺服器 以及AI手机 要请幸福哥到我们看到 AI手机当然 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在联发科 对 我想今天盘中 这个联发科已经有冲到了 这1000块钱以上 那台湾的千金股又多了一家 那以联发科来看的话 它刚好今天的收盘价 就收在整数1000块 盘中最多1005 是创21个月以来的新高 那也是什么 也是台湾里面 今天整个IC设计上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 算是领头羊 因为它的股价 虽然不是最高 因为最高是4星KY 3000多块 不过联发科 它是市值最大 算是IC设计里面的龙头股 所以2024年 以IC设计的产业展望来看的话 其实法人是看好的 有机会脱离2023的 库存太高的一个黑暗期 迈入什么 曙光逐渐 起来的这个2024年 那甚至最近也有 平面美理提到 因为1月份 元月份 即将有这个每年 一年一度的CES展 CES展 那CES展的话 他们有特别点名 台湾的一些IC设计 有哪一些 可能接下来 要开始准备 这些相关的一个展览 赶快去抢夺 接下来2024年新的商机 包括像有驱动IC 这个有什么奇景 联永天域 感测IC 通讯IC 还有微机电麦克风 触控IC等等 这些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另外 我们刚刚为什么看到说明年 虽然说现在 可能各个研调机构 他们预估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是有高有低 可是照目前市场的预估来看的话 对于电子产品的四大类来说的话 普遍大家还是看得稍微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像PC 去年跟前年都不好 可是明年2024年 会转为正成长6% 笔电也成长6% 然后手机成长4% 然后伺服器 成长15% 因为去年大家 应该讲说今年 大家虽然看到 AI伺服器成长幅度非常大 可是一般我们讲的传统伺服器 其实今年衰退蛮多的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把 AI伺服器跟一般之前的伺服器 结合起来看 所以明年2024年 会恢复双位数的成长 然后这边他有一个 各大IC设计公司 他们把它整理出来 就是它的库存 还有它的一些周转率等等 你可以发现 已经开始明显降下来了 这代表就是说 其实整个库存的计划 在今年来看的话 都已经慢慢 把这些高的库存给消化掉 明年如果真的如预期 这些产业都可以恢复成长 我想对IC设计来说的话 明年就有机会迎来一个 比较明确的成长期 所以这个IC设计的话 接下来就会有一些 比价的效益 联发科站上一千几元之后 接下来其他的也会受到带动 对 然后这边我有整理了一份 算是券商报告 它里面提到 就是各大IC设计龙头 如果太小的 它就没有在张表里面 大概都是 像包括像世新KY 这是股 创意 力望 联发科 大概都是500 甚至1000多块以上的 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然后它有把今年 2023年预估跟 去年2024年 明年2024年预估 这两个部分 它有把它列出来 这边我想这个图表 就可以提供给观众朋友 来做一个参考 那我这边就简单 举例三档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IC设计公司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比如说第一档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 IC设计的股王 是联发科 其实它这一路以来 大概其实在7月8月 甚至大盘在9月10月 还在回档的时候 其实它都没有跌 它是一路一路一路震荡往上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今年手机 特别是中国大陆市场 它在第三季的销售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 转为一个正成长 前两年因为手机的库存太高 所以这个库存打了一年多 接近一年半 才慢慢把这些 旧的库存给消化掉 所以第三季你可以发现 当大盘还在修正的时候 因为那一波AI全面拉回 可是联发科已经敲销底部完成 而且9月10月的时候 它已经慢慢慢慢创高 甚至大盘11月 开始转好的时候 它就股价就一路一路 从八九百块 一路到今天一千块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我们刚看到明年 手机会恢复温和的生产 我想对全球 出货量最大的联发科来说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偏正面的讯息 因为毕竟它的营收 虽然它现在还是 很多元化在发展 不过它现在目前 占领收比重最大的 还是这个手机的业务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再来另外一家公司 就是所谓的创意 那我们知道 它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而且现在因为 灰达的晶片是非常的缺 所以四大的云端厂商 其实他们基本上 都会设计自己的AI晶片 我就不跟灰达 灰达做的是公版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比较中小型的企业 我没有那么多的研发人员 或没有那么多的 相关的这些知识 或这些所谓的IP等等的话 我最好的方式 我就是跟买灰达的公版 但是你说像微软 Google 这些这么大的公司 它里面研发人很多 他们都去开发自己的晶片 开发自己晶片的同时 他们就需要这些所谓的IP 所以像创意的话 其实最近虽然它有点拉回 不过股价目前看得出来 在月线附近 还守得不错 另外明年还有个重点 就是Wi-Fi 7 Wi-Fi 7 我们现在知道 其实我们资讯的速度是 越来越快 像现在大家 其实做捷运的时候 手机只要做定位或占定位 不过在移动当中 我还是建议大家 手机还是尽量先不要看 因为我说做捷运 看那个学生 就拿个手机 也没有在干嘛 还是他就在打电动而已 但是其实有时候在移动 特别是上下楼梯的时候 其实你拿着手机边走边看 是非常危险的 我都觉得说 看了好几次 快滚下去了 你滚下去不是只有你 你可能把前面的人 一直一起带滚下去 所以我如果真的要看手机 我是建议大家就定位 站好 或者说坐下来的时候 你再拿出来用 那现在手机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都喜欢 不管玩游戏或看剧 其实都讨厌那个所谓lag 就是卡卡卡卡卡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所谓 要求的这个上网的环境 是越来越迅速 那当然除了说 我们手机的讯号之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Wi-Fi的讯号 Wi-Fi的讯号 所以像瑞宇 这种所谓 网通晶片的大厂 随着今年 应该讲明年 新一代的这个Wi-Fi 期准备要推出之后 其实可能我们家里 包括我们用的这些 所谓的分享器等等这些 所谓新的 它的这个商机 又会每一个新的改朝换来 都会带动新的设备 这个太旧换新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最近也是慢慢慢慢 从低档区开始上来 前一段大涨之后 最近股价也有落回整理 不过接下来我想 明年整个网通族群 在设备升级 还有太旧换新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像瑞宇 这种网通大涨的晶片 也是值得期待的 好 我们先休息 想要稍后来关注的是 高盛现在直言说 中国现在是消极的动物精神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几年 恐怕经济都不会太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好 中国接下来的经济 是不是不太妙呢 我们要请陈彦带我们看 为什么高盛的总裁说 中国出现了消极的动物精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比美国的话 本来是积极的动物精神 好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凯因斯 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 所提出来的 他也是我的导师 他提出来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我就是经济学家 那基本上他的动物精神的说法是说 我们在失去理性的 就是我在这种受到情绪影响的情况下 我所做的决策 其实都跟情绪有关 就是我情绪很低落 不管外面的环境再怎么好 我做的决策其实都是比较负面的 我情绪很高昂 即便外面的环境再恶劣 我还是会做出非常正面的决定 这个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 因为现在中国很明显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基本面是不是有一些改善 可能 有一些改善 但是因为实在是 民众的这个信心情绪 我讲情绪实在太低落了 所以你怎么改善 你怎么刺激 你怎么给他各种政策 他都没有办法增加消费 这是所谓的消极的动物精神 所以高盛在讲究这件事 那美国实际上跟我们讲的很像 你看我们讲什么财源 什么信用卡违约攀升等等 可是他们还是很有信心 这就叫积极的动物精神 他坦的就是这样 而且现在这个消费信心的一个低落 把这个希望完全压抑下来 已经有多严重 你看Nike 他过去其实中国市场 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 可是他已经在预期 预期2024年的收入会疲软 然后原本预计要成长到 这个19.5亿 可是他只预估18.6亿 少非常的多 而且主要是受到 中国跟欧洲市场的拖累 对所以他决定要削减 这三年要削减20亿美元 这很简单嘛 就中国的消费支出不断的下滑 这是一个警讯 那当然我们要回顾一下 因为高盛他提出了这个看法 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高盛应该是第一个看好 整个中国市场的 而且喊出了东升西降 但是当然他在讲这个消极的 动物精神的时候 他也提出来 他们今年做了最大的 错误的一个决定 就是看好中国市场 他其实也有讲 他其实也有讲 而且原本今年年初 就2023年年初的时候 他看好大概会有15%的涨幅 结果没有出现 而且他还提出一个 他说这一次他们学到了 非常大的教训 中国跟其他新型市场 要分开来看 他两个是完全无法 合在一起讨论的 那我想知错能改 所以他现在也看出来说 中国后面的一个表现 不如预期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现象 我们特别值得关注 就是2022年底 中国证监会颁布了 下市新规 后面当然就有一个 以前是没有下市规则的 就开始下市下市 2021年是16家 好然后去年是42家 今年有几家43家 一年比一年多 下市的速度变快 最主要就是面值下市 低于一块钱 你只要20个交易日 低于一块钱 你就必须下市 当然很好 很简单的原因 20个交易日股价 低于人民币 一块钱 你就要下市 当然可能财务的问题 可能经营的问题 可是随着加速越来越多 我们理解到 那就是大环境不理想 而且信用不好的人 这叫所谓的私信黑名单 叫老赖 你看既然增长 大幅度增长了多少 50% 850万人 每50个家庭 就有一个私信人 然后信用卡坏账 就超过90天了 也增长了26% 包含了抵押品 所谓取消也达到58.4万 另外一个 当然现阶段看到经济的状况 这么惨的情况下 只好想办法增加发展 就他们现在很紧张 说赶快发债 赶快发债 为什么 你必须透过政府发债来支持 不管是基础建设 各方面也好 所以你看 他现在第一季要发债规模 是2200亿 叫大家赶快 赶快把这件事做到 赶快发债来稳定经济 没办法 稳定经济 可是到底有没有效果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基本上 现阶段来看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所谓政策上面的不稳定 你看美国外交政策 他就讲说 政治风险保单 有60家保险公司 现在全面停止 为外商承接新保单 就是过去可能 我在国外经营的时候 我面对政治风险 没关系我给你投保 投保政治风险保单 当然保险公司愿意保 就代表不见得会需要理赔 可是现在只剩下45家业者 你看60家几乎全面停 而且保额从20亿 已经降到5000万美金 只剩5000万美金 也就是大家认为 理赔的可能性太高了 就是中国的政治风险 太高了 太高了 然后你看 去年大型企业购买政治风险的比率 为什么要买政治风险 比较不合理 对不对 可是这个比例却大幅度提升 25到68 就是一般的企业 不会觉得会面临什么政治风险 现在不是 不是 大幅度增加 有没有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What's True Juno 他所讲的 你看 这是一个苹果的前工程师 被逮捕了 你干嘛去逮捕 苹果的前工程师 这是一个中国人 对不对 因为窃取苹果的自动驾驶 相关的机密计划 他有没有承认 他也承认了 坦诚窃密 他也承认了 而且现在中国是大规模的在窃取 然后利用AI去整理这些资料 请问一下 对于外商 你在中国经营 你不但面临到 这个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你也有可能面临什么 你的一些机密资料 可能会被窃取 所以为什么高盛说 他今年做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看好中国 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全球金融时报 公布了富有国家的排名 很难想象 台湾不仅是赢了日本韩国 而且是位列第14名 台湾人真的这么有钱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全球金融时报 公布了全球的富有国家排名 结果庭浩真的很难想象 台湾名列14 甚至比日本 韩国 德国 都还要更有钱吗 不错 如果我们观察 这次金融时报所公布的数据 前启明 你看像是爱尔兰 卢森堡 新加坡 卡达 沙烏地阿拉伯 瑞士 基本上都是一些很明显 市场上购买力极高 或者受到一些 能源资产拉抬效果之后 所造成的购买力大增 可是它统计的一个指标 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们看到的是 GDP PVP per capita 我们看到的是 绝对购买力指标 也就是说 它其实衡量的 不只是你的总财富 绝对财富有多少 它是衡量你的实质购买力 比如说 它统一可以用苹果 可以用Mac来做计算 你一个月的收入 可以买多少支苹果 多少支iPhone 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台湾是排名第14名 但是你说这样子来看 难道它就会失准了吗 基本上从全球在这两年所公布 针对台湾整体财富的报告当中 台湾都是名列前茅的 举例来说 安联集团所公布的 2022年全球财富报告当中 它衡量的是全球金融的净资产 是特别剔除掉房地产的流动性资产 比如说股市 债市 台湾的部分 它是排名第五名 一共13万8千欧元 前几名 还好前面 是美国 或者我们看到 像是瑞士 丹麦 瑞典等等 所以台湾基本上在亚洲 如果是从平均净资产来看的话 已经是亚洲第一了 瑞幸所公布的财富报告 也是一样 全球的部分 大概占全球第15名左右 是273,790美元 前几名 在亚洲市场当中 大概也只剩下香港和新加坡 也就是说 这两年所公布的 全球财富报告当中 台湾已经完全超越了 日本和韩国 比澳洲 比韩国这些都好 没错 所以你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从平均来看 你会觉得 好像没有这么有感 但是至少可以承认 台湾的有钱 是真的很有钱 有钱到把平均数 整个拉到现在 这样的一个位阶 我们用一个 平均拉高了 我们用一个指标来理解 各位就可以了解到了 你看2020年 台北股市被外资卖了多少 卖了5000亿 2021年台北股市 外资卖了多少 卖了4000亿 2022年卖了多少 直接卖了1.2兆 所以从2020年以来 国际资金已经调节 台北股市卖了2兆 但是2020年台北股市 是多少点 是8000点 现在是多少 只将挑战18000 又要挑战玩8了 谁买上来的 就是这些有钱人 前阵子我还在看陈彦哥 他买很多债券型ETF 本来当天要下单买个100张 不小心按臭卖到1000张 算了 随便就下单好了 钱就是这样花的 你以为这些股票 是怎么涨到现在的 你可以了解到 这个就是资产转移的一个速度 我必须承认 就是说台湾其实有很多数据 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种常富渔民的现象 举个例子来说 你像最近比较流行 那个Johnny Walker 你看台湾越深 苏格兰威士忌 全球在2019年的时候 早就已经是第四大买家了 18年19年 这种台商回流潮 这种海外的购置量 就在大幅的盘森当中 前几名分别是美国 法国 新加坡 第四名就是台湾 台湾人有酗酒文化吗 跟韩国比试太差远了 但是为什么喝这么多 收藏用的 比德国 日本都排名更前面 还是19年的排名 如果我们观察到整个2021年 台湾现在已经超越新加坡 成为全球第三名的 威士忌的进口国了 那我们都很清楚 当然台湾不能直接跟韩国 或者日本来比 日本喜欢喝米乳 南韩的部分喜欢喝烧酒 那台湾本身你要了解 在威士忌层面 它竟然进口量是全球第三 然后你又没有很明显感觉到 台湾有那种酗酒文化 就说明大家真的是 钱多到不知道摆哪里 就买点酒然后收藏一下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以整个2022年到2023年 全球陆续所公布的财富报告 可以显示一件事情 贫富差距它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它的上涨是有到底的 你不可能因为这样 台北股市从8000点涨到18000 就是说台北股市是泡沫 真的有这么多人 把资金投回到房地产 投回到股市 投回到这些收藏品 所以是真的很有钱 没错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很多人投资的回忆沙 就是双低族群 现在已经确定要翻身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请教永年哥 很多人投资的回忆沙 双低族群 这个面板现在减产稳报价 那么低人的报价也在走秧 是真的已经要古底翻身了 OK 我相信这双低 那一定是很多人心里的痛 这一套就是十几二十年 OK 好 不过最近我们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要 这个咸鱼翻身的味道了 我们可以看到 Chain Force 它的报告显示说 2023年第四季 DRAM的合约价格预计 大概可以激增13%到18% Namfresh的合约价格 预计激增是10%到15% 看起来已经有点止跌翻扬 所以我们看一下南亚科 那南亚科它的走势 其实你可以看 它在这边呈现盘整区 已经盘整很久 然后现在终于突破了 终于突破 那么最主要的是怎么样 因为上游细晶圆的库存 已经开始下降了 那表示怎么样 它的记忆体的最坏的时刻 已经过去了 那么从11月以来 大家注意看 11月以来 外资是买超了7.5万张 那原本呢 投信是站在卖方的 看到没有 投信在卖方 这个时候外资站在买方 这优势你丢我捡 对不对 那结论是怎么样 几乎都是外资赢 对不对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这边外资在买的时候 一路往上走 这个投信在卖 可是现在你们有看到 投信也开始翻多了 对 所以投信现在跟外资 是同步的在做多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是 另外就是裙创面板 面板的裙创 裙创因为它是怎么样 它已经投入半导体封装的产业 2024年下半年要开始生产了 AIPC 笔电还有手机 换机槽马上又来了 所以过去四个交易日 外资 贩东买超多少张 买超过将近12万张 四天的 对 四天的时间买这么多